那么的话,首先的话,我们还是什么,复习吧,就是要复习一下前面学的东西,是吧,那么我们也说了,前面,比如说布局的东西,我们也需要复习一下,是吧,那么的话,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布局的实力还没讲的啊,讲一下这个布局实力,然后再讲一下昨天的那个,呃,那个效果图啊,还有没做的,那么,然后来复习这两块内容啊。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这个特征布局4,是吧,这个第四个例子啊,来讲一下它,啊,那么这个布局的话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像这种图片的列表,是吧,图片列表啊,图片列表的话,那么外面一个框,是吧,外面一个框比较好做,这个的话,这个图片展示这个怎么样呢,我们用什么,用这个,应该是用标题的标签吧,用H标签来做,是吧, 它属于一个标题吧,是吧,那么下面有一条线的话,什么样呢,我们可以就是,用什么呢,我们需要有两个,是吧,是不是有两个标签,嵌套才行啊,一个标签的话,那么只能做一条线吧,是吧,所以说,我们外面可以给个DIV,里面再给一个什么,H标签吧,是吧,然后就可以做这个效果, 下面这一块的话,是一个图片列表,是吧,图片列表的话,那么它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可以,什么,这个,一,二,三,四,五,总共十个,是吧,十个的话,那么剩下的列表,还是用UL,LI来做啊,UL,LI来做的话,那么就是,十个LI,是吧, 然后我们把它,浮动一下,是不是可以啊,浮动一下,是不是可以,做成这种效果啊,那么浮动做成效果之后,每一个LI的,可以什么,设置右边和下边的间距,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的话,就可以把它们撑开吧,撑开的话,关键是怎么样,最后面这个地方,是不是这样的啊,是不是有问题啊, 比如说这个,这个,右边和下面有间距,那么这个的话,右边和下面,右边如果有间距的话,怎么样,是摆不下啊,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个是比这里宽的,是吧,摆不下啊,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布局的一个难点啊,那么看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好,我们一般解决这种问题的话,怎么样呢,一般是什么,再包一层就行了啊,外面再包一层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好,那么的话大概的, 这个思路是这样子的啊,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俩做一下这个,这个什么呢,这个布局啊,好,那么的话,把这个打开啊, 这个是图片,列表,布局,列写啊,好,首先呢, 图片的话,我新建一个H5的这个文档,是吧,H5文档,然后这个是,图片列表啊,好,那么还有一个图片的话,我把图片拿过来,是吧,图片的话,一般怎么样呢,我们要新建一个什么呢,新建一个文件夹吧,新建一个images文件夹,然后把图片全部放在images文件夹里面啊,好,这个图片的话,在这个, 前单课程资源里面啊,在这个images,里面有一个,这个图片,是吧,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大概多大啊,可以点属性,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是, 一百六成六十八,是不是这样的啊,一百六成六十八啊,从这里看一下啊,好,把它复制过来啊,复制过来之后,然后的话,放到这个里面来,是吧, 那这个里面来啊,好,放到里面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了啊,首先的话,我们来写整体的结构,是吧, 整体的结构的话,那么就是整体外面一个大框,是吧,外面一个大框,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一个 title,是吧,然后这里面是一个列表啊,好,整体的这个,外面一个DIV,是吧,外面一个大框的DIV来做,那么就 什么呢,拿一个什么呢,呃,点什么,PIC,什么,list,是吧,然后是,或者是什么, C-O-N,是这样的啊,是一个容器吧,是吧,可以这么命名啊,那么这是我,我比较喜欢的这种风格啊,那么有人喜欢用这个中横线啊, 中横线的话,那么看个人嘛,有人喜欢这么写,是吧,有人喜欢这么写啊,个人的习惯吧,那么我,我比较喜欢写这个下横线啊, 那么看个人习惯啊,这个没有什么,一个统一的标准啊,大家按照自己的风格吧,是吧,按自己的风格来写啊, 好,那么的话,这外面是一个这个DIV吧,外面这样一个DIV,然后里面的话,首先是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什么,这个PITAL,是吧,是一个这个标题啊,这个标题的话怎么样呢,它是什么,我们用一个H标签是做不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必须用两个标签是吧,两个标签的可以这么做啊,比如说H标签里面可以套一个SPAN也可以, 或者外面加一个DIV,里面再给H标签也行啊,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做吧,先拿一个DIV吧, 比如说DIV这个是,呃,这个是PIC,呃,这个点什么PIC,然后是LIST,然后TITLE吧,TITLE啊,好,这一个DIV是吧, 这一个DIV的话,然后里面再给一个H3,是吧,H3,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图片展示,是吧,图片展示啊, 图片展示,好,这个结构做写好了,是吧,接下来是下面这些结构,是吧,下面这个结构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图片列表,然后有,总共有十个吧,总共有十个啊,好,总共有十个的话, 那么就是,还是用ULI来做啊,记得还是用ULI来做啊,ULI啊,我们先选一下, 然后等会儿我再,再给它包一层啊,看一下这个会出现什么问题,是吧, 先我直接用ULI来做,那么是UL,是吧,UL的话,然后是怎么呢, 再次讲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呃,PIC,然后是LIST,是吧,LIST里面呢,LI,是吧,LI,啊, LI的话,LI里面包这个A,包这个什么呢,图片标签吧,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一般是什么, 一般应该是可以什么,应该是可以链接的吧,是吧,我点一个图片, 是不是带这个图片的这个详细的地方去啊,应该是可以做链接的啊, 所以说这个图片外面还得包一个A吧,包一个A标签啊,A标签里面再包上什么呢, Emerge吧,是这样一个结构啊,这样一个结构啊,好,那么这一起的话怎么样呢, 他们一起什么,他们一起乘以一个10吧,乘以一个10啊,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啊, 好,这样一个结构是吧,这个结构啊,然后的话,我们来把它夹上去吧, 好,然后的话,这个图片的话也是一样,是吧,图片先拿进来,是吧, 好,那么的话,我们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放到上面去,是吧,放到这每个上面去啊, 好,从下面开始选啊,点一个键按控制键怎么样,往上面点是吧, 好,这个的话复制一下,然后的话, 好,这个什么,结构是不是写好了,结构写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写这个什么呢,写这个样式了,是吧,写样式, 好,写样式我们来怎么写,首先是什么呢,整体的是吧,整体的这个PIC list的点CON,是吧, 那么的话,整体的这个点,这样子啊,好,这个PIC list的点CON,它就是一个DMV,是吧,它没有默认的一些样式,所以说比较好写,是吧, 那么的话,它怎么样呢,它是宽是960,是吧,那么有一个像素边框的话,应该是,宽是什么,958吧,是吧,好,宽是958啊,宽, 然后是958PX,好,然后的话,这个高好像没有标注是吧,高没有标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可以用什么呢,直接用内容撑开,可以吧,用内容撑开,那我高我就不写啊, 那么的话,来一个border,是吧,border,来一个像素,然后是实现,来个什么呢,666吧,这样一个颜色啊,这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外面的大的边框容器,是吧,那么我把它聚中一下,是吧,margin,然后是50PXO2,然后是0,是吧,好,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这一个效果啊,先出来了,是吧,好,好,这一个效果先出来之后,我们先把这个外面的这个什么,先把上面这个标题先做好,是吧,标题的话是大概是这样的,是吧,标题整体的这个高度是50,是不是这样,宽度是两边是有20的间距,是不是这样的,两边有20的间距啊,两边有20的间距啊,两边有20的间距的话,我们再先来做一下,那么50,两边是20的话,就是应该是 900多少,918吧,宽度是不是918啊,因为整体是958吧,958减据两边的,是不是40啊,918吧,是吧,好,那么的话,这个 点PIC,然后是list,然后是title,是吧,TITLE,它的这个宽是什么呢,918PX,是不是这样的啊,好,高度是 50PX,是吧,然后给它来一个像素的边框吧,Border,啊,底边框,是吧,是底边框吧,底部边框啊,Border Button啊,Border Button是一个像素, 50PX,然后是实现,来一个假设也是,这个666吧,666啊,好,这个颜色是不是深了,是吧,也是深了一点啊,这个没标出来啊,那么等会我们用Photoshop来做的时候, 我们来精确量它的色,是吧,这个呢,大概来估一下吧,啊,好,那么这个,这个设置完之后,我们来给它,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是吧,我们来先给它一个背景色吧,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Background Color是一个什么呢,假设给它来一个,来个,来个够的吧,好,看一下这个标题,我现在做成什么样子,是吧,好,这个标题的话,我刷新一下, 那么目前是,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是吧,好,这个标题它918,那么这边是40吧,是吧,是吧,它是默认是靠左的吧,是吧, 然后这个标题上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间距,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个间距的话,应该是什么,这个H3,它标签本身带有什么,默认的一个什么,默认的一个marking吧,默认一个marking啊, 默认了一个marking之后,而且这个marking怎么样,而且传到什么,复级去了吧, 传到上面去了吧,传到这个DIV上面去了吧,是不是marking top的塌陷呢,这个H3标签啊,这个H3标签啊, 这个H3标签,大家看一下,目的是不是有一个marking的这个,间距啊,看见没有,是不是有marking top啊, 这是18.720,这个什么,这是浏览器的问题啊,coron浏览器,现在怪怪的啊,它这个老是显示小数啊, 好,这个地方是有一个marking top,而且这个marking top的话,传到这个DIV上面去了,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那么我们要把这个marking的话怎么样呢,重置一下,是吧,那么的话,这个什么呢,这个是, 那么这个是属于什么呢,PIC里面的H3嘛,PIC里面的H3啊,PIC里面的H3的话,它怎么样, 它这个,啊,它这个marking啊,它这个marking我把它先清空一下,是吧,marking啊, 好,看需不需要清空啊,那么它是这样子,是吧,它是,应该是相对于这个什么呢, 相对于这个50的什么,锤子去中吧,然后左右应该有一个,什么呢, 间距,是不是这样的,左右有个间距啊,好,我们可以这么做,那么的话, 把这个H3怎么样呢,把这个H3啊,这个H3啊,好,这个H3的话,呃,H3啊,H3的话,我可以怎么样, 好,那么这个H3的话,如果说我不是它的宽度,它的宽度应该是等于上面这个宽度啊, 因为它是一个块吧,是不是这样的啊,它是一个块啊,好,那么的话, 我可以这么做啊,把这个H3的话,把它浮动一下,浮动一下之后怎么样, 它是不是怎么样,是不是现在的宽度就是等于它自己的宽度了, 就是撑开的宽度,是不是这样的啊,啊,为什么要浮动呢, 因为这个浮动之后,我现在是想让这样怎么样呢, 让这个什么呢,这个宽度啊,可以是自动的, 比如说这里图片展示是四个字吧,如果是五个字的话,我希望它自己自动的怎么样, 变宽一点,啊,自己自动的变宽一点,啊,这种效果啊, 如果说我不是它宽度的话,它如果不浮动的话怎么样, 它的宽度就等于整体的百分之百的宽度,是不是这样的啊, 百分之百宽度啊,好,我浮动一下,那么大家记得浮动的元素怎么样, 浮动的元素会自动转化为什么,行内块吧, 还记不记得啊,啊,来看一下啊,这个浮动啊, 浮动的,然后有个特性啊,浮动有个特性是什么呢, 呃,浮动让行内元素和块元素自动转化为行内块元素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自动转化为行内块元素, 那么我们要知道行内块元素是怎么样, 行内块元素有什么特性啊,那么就是什么, 呃,行内块元素,是吧, 这次全不一样子啊,如果没设置宽高怎么样, 宽高有内容决定吧,这是行内块元素的特性吧, 所以说这些特性大家就是说,在做的过程中是慢慢的什么呢, 把它加深印象啊,就是这些很多规则啊, 大家目前还不是太熟悉是吧, 那么书效怎么样呢,就是慢慢的加深印象, 好,那么的话我把这个东西浮动一下, 想到说来个float,left是吧, 浮动一下之后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来看一下啊,那么再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啊, 好,浮动之后怎么它又好了呢, 好,浮动的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什么,这个margin top的塌陷也, 什么,也没有了,是吧, margin top塌陷也没有了啊, 那么的话这个margin top塌陷的话是针对于不浮动的啊, 这个元素浮动之后怎么样, margin top塌陷也没有了啊, 它自动就变好了,是吧, 自动就变好了啊,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呢,这个h3是吧, 这个h3的话怎么样呢, 它来一个什么呢, 首先是它是什么, 看一下啊,h3是首先是什么, 相对于这个, 相对于整体的要什么呢, 垂直居中吧, 垂直居中啊, 好, 相对于整体的垂直居中啊, 整体的垂直居中, 那么就是什么呢, 这个大小是石吧, 雅黑,黑色吧, 好,我可以先把它射一下啊, 好,直接用一个简写吧, Font是吧, Font的话给它来一个, Lormal是吧, 这个是不加速是吧, Lormal, 然后是, 这个是18px吧, 然后整体含高是50吧, 50px啊, 50px, 然后的话给它来一个, 为了仰黑吧, 是吧, mine, soft的啊, 仰黑啊, 仰黑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写完之后, 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啊, 看这个效果啊,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好, 这个好像是可以的, 但是怎么样呢, 默认了Margin还没有去掉, 是吧, 因为它还有Margin啊, 把它Margin把它, 把它清一下啊, 直接用这个Margin清一下啊, Margin啊, Margin清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它就, 是不是这样子了, 这样子了啊, 好, 这样子之后, 然后的话, 它左右是不是有一个间距啊, 是吧, 左右有一个间距啊, 左右有一个间距的话, 那么是这样子了, 是吧, 左右有一个间距啊, 左右间距的话, 给它来个padding, 是不是可以啊,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写宽度呢, 宽度定时的这个字, 多一个字是不是不好弄啊, 我就让它自动地撑开, 是吧, 多一个字的话, 它就稍微宽一点, 明白没有, 耍个字就稍微窄一点啊, 好, padding的, 我给它一个上下不要给吧, 上下因为怎么样呢, 这个航高已经给, 相当于是给上下的padding值啊, 明白没有, 航高是不是相当于给上下padding值啊, 是吧, 那么上下padding给0啊, 左右给个, 假设说给个, 给个10px, 是吧, 10px啊, 那么的话, 这个是不是左右就有了一个什么那个, 有一个间距啊, 是吧, 有一个间距啊, 所以有了间距之后, 那么还有怎么样呢, 它还有一条线, 是不是这样的啊, 有一条线吧, 这条线的话, 应该是两个像素啊, 那么的话, 给它一个border button, 是吧, border button, 是两个像素实现, 然后来一个, 这个应该是, 呃, 红色是吧, 给它个红色吧, red是吧, 好, 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是这样一条线啊, 好, 这个相当于是有一个像素的溢出啊, 有一个像素的溢出啊, 这个没问题啊, 好, 那么接着的话, 这个好像我们把小的好像做好了, 整体的好像不对吧, 是吧, 整体这边是40, 这边是什么, 0是吧, 好, 那么整体的这一块怎么样, 整体的这个div啊, 整体的这个div, 这是一个div吧, 我要相对于它来个水平居中,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那么刚好左边左右两边都是20吧, 好, 那么它要做水平居中怎么做啊, 他做水平居中怎么做啊, 我们说把一个盒子水平居中可以用什么, 把一个盒子相对于浏览器水平居中是什么做的啊, 我们是盒子相对于什么, 浏览器水平居中是用markin做的吧,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这个盒子相对于它水平居中怎么做啊, 一样的啊, 一样的都可以的啊, 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盒子是吧, 这个外面那个大框啊, 这个大框相对于body水平居中是怎么做啊, 是不是用markin什么呢, markin50, 然后左右O2啊, 0吧,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DIV相对于它水平居中也可以一样做是吧, 一样的也用markin怎么样呢, markin怎么做呢, 那么这是外面这个DIV的这个标题的DIV吧, 它相对于它水平居中啊, 一样做怎么做呢, 在这个这个里面什么, 写上什么, markin什么, markin啊, markin先写上下再写左右吧, 上下我先不给是吧, 我上面就是贴旗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上下0左右O2, 是不是就行啊, 不就居中了啊, 我说的这个O2的这个东西不仅仅针对于什么呢, 一个外面的整个的一个DIV啊, 是吗, 不仅仅是针对于DIV和什么呢, 和浏览器啊, DIV和DIV之间, 我里面的DIV相对针对于外面DIV水平居中, 一样的用这种技巧也可以是吧, 一样的, markin0O2, 是不是一样也可以啊, 是吧,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整体的是不是相对于它居中了, 是吧, 好, 我们来刷新一下, 是吧, 是不是一样的啊, 好, 那么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外面这个整个大的DIV啊, 这个大DIV相对于浏览器, 是markin0O2, 是不是左右O2啊, 那么这个金色的这个大的DIV, 相对于这个外面这个框, 一样的用markin0O2, 也一样的怎么样, 是不是也可以居中啊, 大家记得啊, 好, 可能是我没有演示那个什么呢, DIV里面的DIV怎么水平居中啊, 大家可能还不清楚啊, 这个markin0O2啊, 或者markin什么O2, 都可以什么呢, 相对于比如说我们一个块, 相对于另一个块水平居中啊, 都会用这种技巧, 好, 那么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一样的啊, 就是把这个, 先把这个背景色把它取消, 是吧, 这个本身没有背景色吧, 好, 给背景色是, 给大家一个什么呢, 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个, 呃, 就是说对它有一个形象的了解啊, 这个标题的, 它的这个大小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取消之后, 这个标题是不是做好了啊, 标题就做好了吧,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做这个什么呢, 做这个里面这个列表, 是吧, 这个列表啊, 好, 这个图片列表的话, 那么首先是, 它是一个UL, 是吧, UL的话就它有它特殊的一些样式, 我们得什么样, 把它清掉吧, 好, UL那么就是, 它是针对于这个PIC list的, 是吧, 好, 我们来先写, 这个点PIC list的啊, 好, PIC, 然后list, 它的这个宽度是多少呢, 好, PIC list啊, 先把它的默认的东西, 得清掉吧, List的时代, 是吧, List的时代把它设为LUN, 是不是清掉了, 清掉它的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小圆点吧, 小圆点没了啊, 小圆点先没了, 是吧, 小圆点先没了, 好, 接着把它的什么, 我可以先把它的PADING, 可以先给它清掉吧, PADING设为0, 是不是呢, 先把它PADING清掉, PADING清掉之后, 那么这个, 前面这个没了, 是吧, 好, 那么它还有MARGIN吧, 是吧, 还有MARGIN啊, 好, MARGIN的话, 我可以怎么做呢, MARGIN我可以这么做, 就是说, MARGIN的话, 让它怎么样呢, 也相对于, 跟它一样宽吧, 我可以把它设的, 跟它一样宽, 然后把它也拘装一下, 是不是可以啊, 把这个UL, 给它一个背景色, 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背景色, 我给它拿一个背景色, 然后拿一个CYAM吧,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UL, 目前是, 目前是这么宽吧,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么宽啊, 这么宽啊, 为什么它有这么宽呢, UL是一个快元素啊, 快元素如果无色宽度的话, 它就是等于负极的什么, 百分之百的宽度吧, 好, 现在我, 因为这个上下是不是对齐的, 比如说这个下面这个UL, 和上面这条线是不是对齐的, 所以它们宽度是不是一样宽啊, 那UL的宽度我也给什么呢, 给个什么呢, 918吧, 宽度啊, 宽度的话给个918PX, 是不是这样的, 918PX的话怎么样, 它是不是怎么样, 和这个上面是一样宽的, 一样宽之后, 现在怎么样, 我也想让这个UL和上面一样, 水平居中,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一样写啊, 好, 一样写啊, 一样写是不是一样的可以写marking什么, marking然后是零O2啊, 是吧, O2啊, marking零O2的话, 这个marking零O2怎么样, 就覆盖了什么呢, 它默认的这个样, 默认的marking的一些样式吧, 好, 这个marking零O2之后, 那么怎么样, 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这样子, 是吧, 是不是这样聚中了, 是吧, 这样聚中了啊, 好, 聚中之后, 这一条, 这个什么呢, 这个bug我们等会解, 这个图片刚好卡在这里了啊, 卡了后不去啊, 好, 这个UL是不是聚中了, 是吧,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解决UL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些什么呢, 这些问题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UL实际上它离这个线, 是不是有距离啊, 不是完全的靠齐吧, 有个什么距离,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20啊, 20, 大家看见没有, 有个20啊, 有个20的话, 那么怎么样, 我们把这个20写到这里, 是不是可以啊, 这是marking top吧, 是不是20啊, marking top是20啊, 好, 那么底部的话, 底部有多少呢, 底部的话是有个什么呢, 38是吧, 38的话, 那么每一个Li实际上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啊, 也有这个高度是吧, 好, 底部的话我们先给个0吧, 先看一下啊, 好, 先给个0啊, 好, 先给个0之后来看一下, 那么再来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好, 这样子啊, 它marking把它呈现来之后, 这个就没有这个bug了啊, 没有这个bug了, 好, 这是每个Li怎么样, 这是这个UL, 先把它摆好了吧, UL摆好了啊, UL摆好了之后, 再摆每一个Li啊, 每一个Li, 每一个Li的话, 那么就是它里面的什么Li吧, 它里面的Li啊, 它里面的Li, 然后是先设它的宽和高吧, 是吧, 好, 宽度, 那么刚才也看到, 是吧, 宽高, 那么刚才是这个属性啊, 好, 宽的话是160, 高度是68是吧, 宽160, 高68啊, 宽160px4啊, 好, 高68px4啊, 68px4, 好, 那么的话, 然后的话, 每个Li因为它什么样的, 它是快元素, 所谓占一行吧, 首先呢, 我让它们想到它们什么样的, 每个什么呢, 排成一行是这样的, 把它来个浮动吧, 来个float啊, float来个left是吧, left啊, 好, float了left之后, 我们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啊, 好, 那么很显然的, 它的什么, 这个bug是不是就出来了, 就是我浮动的元素, 是不是撑不开这个UL啊, 撑不开UL导致怎么样, 导致这个什么, 导致这个出不来是吧, 导致这个出不来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说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呢, 我可以用那个clearfix吧, 好,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定位数据的东西啊, 昨天我们也是啊, 定位数据的东西就无论用overflow吧, overflow用于把它裁写掉吧,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定位数据的东西,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overflow hidden吧, 在这个里面写个overflow hidden, 是吧, overflow hidden之后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撑开啊, 把UL撑开, UL撑开之后, UL把上面这个东西撑开,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是不是可以撑开了啊, 撑开了啊, 好, 撑开完之后,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每个LI怎么样, 是不是有间距啊, 每个LI有间距啊, 间距大概是多少呢, 是, 呃, 这个是29是吧, 这个是29, 这个是25,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margin right是29, margin bottom是25吧,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啊, 那么每个LI, 它的margin, 是吧, margin, margin我写一个吧, 写一个啊, margin, 然后, 然后是顶部是0吧, 是吧, 右边是多少, 右边是29px, 是吧, 右边是29px, 啊, 然后是右下, 下面是什么, 下边是这个25吧, 是这样的25px, 啊, 25px, 然后的话, 再来一个左边给个0,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样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好, 来刷新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排好了, 排好之后, 那么最后一个是不是排不下, 最后一个怎么, 这个, 最后一个这个东西应该是在这里是吧, 刚好和这里品齐吧, 品齐之后怎么样, 品齐之后这个margin right是不是不够了, 就把它撑下来了吧, 好, 这个地方就有个技巧了, 是吧, 如何怎么左右对齐了, 然后这个最后一个margin right怎么办呢, 是不是这样的, 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以前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在最后一个li里面, 是吧, 这12345, 第五个li里面单独给个什么呢, 比如说是last, 这样一个样式啊, 然后把这个样式给到之后怎么样, 把它的margin right把它取为零, 啊, 这么写是吧, 我来试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 那么这种方法不是最好的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这个pic啊, pic list里面的什么last, 是吧, pic, 啊, pic, 然后是.last, 是不是这样的啊, 点last啊, last的话, 然后是margin right, margin right把它设为零, 啊, 设为零之后怎么样, 这个第五个是不是就可以排下了啊, 第五个啊, 好, 第五个是不是刚好可以排下了啊, 好, 这种方法的话怎么样, 不好啊, 这种方法不好, 啊, 那么这个我们还是用这种啊, 那么的话, 这只是演示一下, 可能大家在后面碰到有一些项目是这么做的啊, 那么这个方法不好, 我们怎么做呢, 啊, 怎么做, 我们不需要这个啊, 不需要这个之后怎么样, 我们在什么呢, 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在这外面再包一层, 就可以了啊, 外面再包一层啊, 怎么包呢, 那么我外面再加一个DIV啊, 外面再加一个DIV啊, DIV啊, 假设说这个class等于一个什么呢, 好, 这个class的话, 需要跟它什么呢, 不一样吗, 是吧, 需要跟它不一样啊, 跟它不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来一个这个, 这个等于一个PIC什么list, 然后这里来一个什么呢, rap啊, rap也是包裹的意思是吧, 这样一个啊, 好, 那么这样一个DIV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啊, 好, 那么它的样式怎么写呢啊, 它的样式怎么写啊, 它的样式的话, 我们给它写的跟这个UL一样啊, UL一样啊, 那么把它写上去啊, 那么一般这么做啊, 好, 那么有的朋友会问呢, 这里再说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刚才不用LUS的呢, 这么做呢, 是吧, 那么是这样的, 这个是方便程序来控制的啊,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什么样呢, 这些数据怎么样呢, 比如说这些图片的数据什么, 都是从什么, 数据库读过来了, 数据库读过来了之后怎么样, 我们也把它塞到页面上, 是吧, 什么塞呢, 我们写一个for循环吧, 写一个循环, 循环大家说, 学过吧, 就是这个程序里面的循环啊, 比如说这里面有十个, 是不是循环十次啊, 把这个, 把这个数据往页面上塞进去, 是这样的啊,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地方的什么, 这个地方的什么, 这个代码是不一样, 我是不是还得判断呢, 比如说一辅I等于五的时候怎么样, 必须塞一个last的样式进去吧, 这是不是很麻烦啊, 没有没有, 大家学着循环吧, 就循环的时候是吧, 循环比如说循环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循环第五句的时候怎么样, 得另外写一个什么呢, class的什么, 一个last的, 是不是这个是很麻烦的啊, 好, 然后再循环到什么呢, 循环到这个Li的时候什么, 也给什么, 什么等于十的时候是吧, 那么是应该这样的, 又要求膜吧, 求膜什么, 比如说这个什么, I膜上一个五的时候, 等于零的时候怎么样, 加上一个什么, 这个class吧, 好, 这样子是比较麻烦是吧,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怎么样呢, 整体的写成一样, 就方便我们好循环, 好, 这个在后面成语里面再说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个rap的话怎么样呢, 这个rap啊, 这个rap的话, 然后是跟这个样式一样啊, 跟这个PSC历史的样式一样啊, 好, 那么的话, 它多少呢, 它, 它就没有这些东西吧, 没有这东西啊, 那么的话, 给它写这个, 是吧, 好,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好, 这是它的容器是吧, 好, 容器的话是不是把这个UL包起来了, 容器把这个UL包起来了, 那么这个UL的话, 它就怎么样, 它就不需要这个margin了吧, 这个margin啊, 这个margin的话是不是有20啊, 那么它再来20, 是不是40啊, 是吧, 好, 这个容器的话怎么样呢, 把它margin设为0啊, 不是, 这个UL本身的margin设为0, 是吧, 好, 宽度是918, 是这样的啊, 然后是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好, 再来看一下, 这个容器的DIV本身是什么, 居中的吧, 它是水平居中的啊, 那么的话, 这个UL和它的什么呢, 和它的宽度是一样的, 是吧, 那么怎么样, 它就怎么呢, 直接包着它居中, 是不是这样的, 包着它居中啊, 好, 这个时候再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还是这样子的吧, 只不过这外面包着一个DIV吧, 是吧, DIV的这个里面有个20, 然后左右O2, 是吧, 然后里面这个UL, 跟它的宽度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啊, 跟它宽度是一样的啊, 跟这个什么呢, UL, 跟这个DIV的宽度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个啊, 好, 这个的话, 怎么来看一下呢, 我们把这个颜色给了它吧, 比如这个颜色给到这个, 外面这个容器啊, 外面这个容器的话怎么样, 外面这个容器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青色吧, 青色啊, 这是外面容器的颜色啊, 好, 我们把这个另外给个颜色, 给大家区分一下, 大家就清楚了啊, 当然看了给它一个什么呢, 够的啊, 够的啊, 够的的话, 那么这个是UL的颜色, 是够的吧, 好, 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我把这个, 这个宽度调小一点, 比如说是900, 900, 大家看一下啊, 900的话, 大家再看一下啊, 我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DIV是不是这个青色啊, 然后这个UL是不是这个金色的这个盒子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金色这个盒子啊, 好, 金色这个盒子啊, 我可以把它调小, 我可不可以把它调大, 宽度我把它调大行不行啊, 宽度我把它调大啊, 调大多少呢, 918, 是吧, 918是刚好吧, 我把它调大一点可不可以啊, 调大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这个29, 是不是可以啊, 假的我这加上一个30都可以啊, 那么加上一个30的话, 那么就是多少呢, 就是948吧, 好, 我调到950也可以啊, 950是吧, 950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 这个, 这个金色的是不是跑过去了啊, 跑过去了啊, 跑过去之后, 大家看一下啊, 好, 我把这个, 这个怎么样呢, 先把它注掉, 大家看一下啊, 把它注掉之后,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 这个金色是不是有这么宽啊, 这么宽是不可以把它摆下来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金色有这么宽, 可以把它摆下来啊, 可以把它摆下来之后, 这个什么, 伸出去之后, 是不是会影响到其他的布局啊, 那么我外面的这个DIV就刚好是918是吧, 外面这个DIV再给一个All Flow Hidden怎么样,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裁卸掉啊, 把这个金色的是不是可以裁卸掉啊, 把这个金色的裁卸掉啊, 好, 我刷新一下, 这是不是裁掉了, 这样是不是就解决了, 这样解决了啊, 就是包一层, 里面的这个宽度可以给的, 你想给多宽就给多宽, 给很宽, 是不是把里面的东西排下来了, 那么外面的再来一个固定宽度的什么, 来个裁切是不是就可以了, 一裁一下就可以了, 是吧, 裁一下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什么呢, 颜色给裁掉啊, 好, 那么的话, 接下来这两个颜色是不是可以不要啊, 颜色可以不要啊, 好, 那么这个技巧就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在外面包一层,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以了啊, 好, 那么的话, 下面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好像是怎么样, 还有一个啊, 这个尺寸不对是吧, 下面是什么, 38吧, 那么加上这个25, 那么减去这个25的时候, 还有什么, 还有13吧, 还有13啊, 13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个13给到这个, 给到这个容器吧, 给到这个, 给到他吧, 是吧, 给到他啊, 那么下面是不是还有个13呢, 是吧, 13px啊, 好, 这是上面的20, 左右O2吧, 下面是13啊, 好, 这个的话, 刷新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就做好了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的啊, 好, 有人说你这个A怎么样呢, A怎么就是不用转了, 那么A的话, 包图片的话, 图片会自动的怎么, 整体的有响应啊, 整体的就有响应了, 这个放在图片上, 任何一个位置怎么样, 都是这个手吧, 都可以响应啊, 好, 这就是这个图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布局的技巧啊, 就是包一层, 包一层的话怎么呢, 里面的这个宽度给宽一点, 外面这个宽度, 给到这个具体的宽度, 然后来个裁切, 是不是这样的啊, 来个overflow hidden就行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布局啊, 这个布局,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就是有这个蓝点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好, 那么这个布局的话, 那么就讲这一个吧, 讲这一个, 复习一下啊, 讲这一个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布局的这个例子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讲什么呢, 来讲一下这个什么, 就是, 再复习一下, 我们昨天学的东西, 就是关于这个photoshop的, 是吧, photoshop来搜一下啊, 好, photoshop的话, 那么昨天的话, 我们大概的做到了什么呢, 做到这个, 把他拿过来啊, 放到今天啊, 好,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 好, 昨天我们大概是坐在这里啊, 坐这里啊, 大家坐了怎么样啊, 大家坐了多少啊, 大家大概是这些东西都做出来了吧, 做出来的啊,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什么呢, 把这个完成来复习吧, 是吧, 来中国操作来复习这个一些操作啊, 那么首先是我们要打开它是吧, 打开这个参照的啊, 这个login啊, 好, login.psd啊, login.psd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什么呢, 首先是一个会员登录吧, 那么这几个东西是吧, 这边怎么做呢, 那么一样的是吧, 我们先用这个文本工具怎么样, 看一下它多大多, 多大, 然后颜色是什么呀, 是吧, 好, 这个选中之后怎么样呢, 是24吧, 然后颜色是什么, 这个灰色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还有一个东西没得跟大家说, 就是说怎么取色是吧,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文字的颜色啊, 这是文字的颜色啊, 文字颜色的话, 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什么, 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之后, 然后, 这个是什么, 这个实际上就是16进去的颜色吧, 这就是颜色啊, 复制一下, 好, 然后是24是吧, 好, 到我这里面来, 然后的话, 怎么样呢, 我来, 怎么样呢, 写一下这个, 点一下是吧, 这是什么, 会员登录吧, 会员登录啊, 好, 好像它直接就变成这个大小了, 看见没有, 是不是是啊, 好, 这个是什么, 好, 就这个颜色是吧, 好, 自动变成这么大小了啊, 如果不是的话, 你怎么样呢, 把它点了, 然后把刚才那个什么, 粘贴进去, 然后点确定啊, 这个颜色就变成刚才那个颜色了啊, 好, 这个会员登录啊, 会员登录, 然后放在这里是吧, 放在这里啊, 然后接着是什么呢, 有一个什么呢, 立即注册吧, 是吧, 立即注册啊, 好,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什么, 这个啊, 十六, 然后这个颜色是什么呢, 点一下啊, 把这个复制一下, 是吧, 是吧, 好, 然后是, 然后到我的这个图像里面来, 是吧, 然后点一下, 再点一下这旁边这个地方啊, 记得不要把它选中了啊, 点一下, 是另外一个图层, 是吧, 这个是, 立即登录, 是吧, 立即注册, 是吧, 立即注册啊, 好, 这个时候是多少呢, 这个时候, 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是吧, 把它点一下, 然后粘贴进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确定是吧, 好, 它的大小是, 大小是什么, 十六是吧, 大小是十六啊, 好, 十六, 哎, 这里是吧, 写成十六吧, 十六啊, 好, 那么完了之后, 接着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它旁边有个小图标吧, 是吧, 旁边有个小图标啊, 旁边有个小图标的话, 那么这个把它打开一下, 是吧, 这个图片在这个, 这个小图标吧, 打开啊, 打开, 打开完之后怎么样呢, 用这个框把它整体一框, 是不是可以啊, 好, 那么实在还有一个更好的说法, 我们现在是不是全部选中啊, 小米红实在有个全选啊, 选择里面有个全部, 就Ctrl加A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就Ctrl加A, Ctrl加C, 是不是这样的啊, 到这个里面来Ctrl加V, 是不是啊, 然后的话怎么样, 再把它放过来吧, 放过来啊, 好, 放过来的时候,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 好, 那么的话, 它这个怎么样呢, 下面是不是有一条线啊, 有人线这个的话, 我们都没说啊, 这个线怎么画呢, 是这样的啊, 线怎么画啊, 线的话这么画啊, 线的话是, 那么的话是用这个什么呢, 用这个钢笔工具来画啊, 我们再看一下啊, 怎么画呢, 就是这里面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钢笔工具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钢笔工具啊, 钢笔工具啊, 不是, 这是铅笔工具啊, 说错了啊, 铅笔工具啊, 铅笔工具, 那么这是铅笔, 还有一个画笔啊, 我们用铅笔工具来画啊, 铅笔工具, 选中这个铅笔工具之后, 然后这里选它的这个粗细啊, 比如说一个像素吧, 然后的话, 画的时候用什么颜色呢, 就是用前景色, 这个前景色是一个灰色是吧, 那么我们用这种灰色来画啊, 如果不是灰色的话, 你就选嘛, 选这种颜色是吧, 好, 那么接着来画线是吧, 画线的话, 那么记得不要在这个图层里面画是吧, 这个图层是刚刚我们什么, 粘贴的这个图片的这个图层是吧, 那么如果你画的话, 它们两个合成一层的, 我们最好再新建一个图层吧, 这个是不是新建图层啊, 点新建图层啊, 新建图层之后, 这个时候怎么样, 好, 开始画了啊, 画的时候, 那么这个信手画怎么样, 是不是不直啊,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信手画不直啊, 好, 怎么画的直呢, 按住还是按住shift键, 按住shift键, 然后怎么样, 按住shift键啊, 这个是不是画直线的, 看到没有, 是不是画的很直啊, 好, 是不是这样的, 画直线啊, 好, 这个的话, 尺寸的话, 那么那么的话, 怎么样呢, 需要量一下吧, 尺寸大概的量一下啊, 尺寸的话, 那么, 这个, 看一下啊, 好, 我们到这个线的这个图层, 这里面来啊, 线的这个图层, 然后是怎么样呢, 好, 这个尺寸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是, 这个什么, 固定大小的是吧, 正常啊, Ctrl加D, 取消选择啊, 好, 那么这个是, 308, 是不是这样的, 308啊, 好, 我在这里的话, 也来个308啊, 好, 那么这个, 308啊, 这样子吧, 我就这里, 来个固定大小,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来个308啊, 308,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高度可以随便给啊, 给个60吧, 好, 这里, 这里写的话, 这里随便点一下, 是不是一个308的一个什么呢, 宽度的巨型宽啊, 高度是60啊, 好, 我把它排一下是吧, 把它大概摆一下, 摆成, 摆的相对于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个外框居中吧, 好, 那么摆完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做一下辅助线是吧, 做一下这个参考线啊, 好,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弄这个框呢, 因为框的话怎么样, 参考线是什么, 可以直接贴起到这里吧, 好, 把它拿过来是什么, 是不是直接贴起啊, 好, 直接贴起啊, 好, 贴起完之后, 然后console加D取消选择啊, 好, 这样是不是做了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参考线啊, 好, 参考线啊, 好像没有左右对齐啊, 好, 大家做的时候左右对齐吧, 好, 我来稍微的再移一下是吧, 好, 那么这个我, 我把手机放这里可以按键盘的什么, 左右键来移动它啊, 好, 大概的移一下是吧, 好, 再把它说一下这个什么呢, 再移动一下这个参考线啊, 好, console加D取消选择啊, 好, 我这个大概的换好之后怎么样, 这个线是不是有多的东西啊, 多容易怎么办呢, 我可以怎么样呢, 按delete把它删掉吧, 好, 怎么删呢, 先用这个框把这边框住啊, 那又又把自己坑了, 是吧, 好, 这个再调整什么, 正常吧, 正常啊, console加D啊, 好, 这样一拉, 拉出是不是拉出这一块啊, 按delete键是不是删掉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再拉出这一块是不是这样的啊, delete键是不是删掉了, 这是保证它什么, 这308吧, 好, 这个, 这上面是不是大概做好了, 最好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块是吧, 这两个是吧, 这个什么呢, 啊, 这个的话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框吧, 一个框啊, 一个框的话那么大概它多, 多框多高了是吧, 框的话应该是就是308是吧, 刚才我们的这个辅助线已经做好了啊, 好, 高度的话是什么呢, 高度应该是多少, 那这里什么, 啊, 整体应该是40是吧, 那么加两个边框是吧, 那么这个拉的时候拉出38就可以了是吧, 38啊, 那么高度的话, 高度是38啊, 宽度的话是308是这样的啊, 308啊, 看一下啊, 那的话应该是这个是整体是308吧是吧, 好, 那么的话我们还是一样的是吧, 来把它设置为什么, 固定大小吧, 然后的话宽度给个306是不是可以啊, 因为我还有一个像是描边嘛, 然后的话高度是38, 是不是可以啊, 好, 点一下是不是可以创建一个这个, 怎么样呢, 这样一个框啊, 好, 这一个框之后, 然后怎么样, 我们还是新建一个图层吧, 不要就是直接在这个图层上面描边啊, 描边之后怎么样, 就是会把这个线给合成一层吧, 新建一个图层啊, 新建一个图层之后, 那么的话, 怎么样, 首先是什么, 这个是, 它应该是怎么样呢, 就是描边嘛, 是吧, 边基啊, 描边啊, 描边的话那么是GY吧, 一个像素是这样的啊, 好, 确定是吧, 那么Ctrl加D取消选择, 这个是什么, 是做了一个框啊, 好, 做了一个框之后, 那么大家记得啊, 这个框做完之后, 我现在想选中它, 实际不好选啊, 我在这里是不是可以好很好选啊, 假如说我选其他图层, 然后按Ctrl键点它, 是不是不好选啊, 是不是选不中啊, 因为这个框怎么样, 这个里面是透明的, 是不是这样的, 我是点不中它了, 我必须点中这个什么呢, 这个框线才能选中它吧, 好, 那么记得, 如果很好选它的话, 最好是怎么样, 刚才的时候怎么, 把它怎么样呢, 刚才是不是描边啊, 最后把它填充一下, 填充一个白色就行了, 是吧, 那么这样它是一个大方块, 怎么样, 就好选吧, 好, 那么再填充一下啊, 编辑填充, 然后这个什么呢, 白色吧, 确定啊, 好, Ctrl加击需要选择啊, 好, 这个时候假如我选的 喜拉图层, 我现在又想选它的话, 按Ctrl键点它, 是不是就会选中它, 是不是啊, 这是不是很好选啊, 这个就很好选啊, 好, 这个的话就把它摆好, 是吧, 摆好之后, 那么看一下这个, 大概的这个什么呢, 它们两个的距离是吧, 距离的话我们要来看一下啊, 从这里到这里是吧, 从这里到这里啊, 那么接着调回来啊, 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这个是, 二十是吧, 二十啊, 好, 二十, 那么的话, 从这里到这里, 二十是吧, 拉个辅助线下来啊, 从这加低取要选择啊, 然后把这个选中把它调上去, 是不是可以了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什么呢, 这个啊, 下面这个, 哎, 好, 这个好像这个颜色还不是白色吧, 刚才是不是不对啊, 不是白色啊, 好, 这个颜色应该是什么, 一个灰色吧, 好, 把它取下颜色, 既然颜色快一点的话, 先点前景色, 然后再点它, 是不是取了色啊, 那么这个时候前景色是不是这个啊, 就是它的颜色啊, 它的颜色之后怎么样呢, 那么的话, 好, 我们再回来这个地方, 回来这个地方, 现在我就想针对于它来填色, 现在怎么办呢,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这么做啊, 用模棒工具啊, 就可以选了啊, 模棒工具, 记得是这个图层吧, 这个图层啊, 直接点它里面啊, 点到它里面就可以了, 是不是可以啊, 点它里面啊, 好, 点到里面之后,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把这个边线也选了, 是吧, 我是要选择里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模棒啊, 记得这个模棒, 这个容差应该太大了, 容差太大了啊, 容差调小一点, 调到实啊, 好, 康特加低取消选择, 然后再点一下, 还是有啊, 好, 一吧, 我看你还选啊, 对啊, 好, 这个, 消取句尺啊, 再点一下啊, 好, 这个消取句尺要把它取消啊, 这个消取句尺的话, 比如说没有, 它会选一个什么大字的范围, 明白没有, 对吧, 把它消取句尺把它取消啊, 好, 这个人再点一下看见没有, 是不是选择里面啊, 选择里面啊, 选择里面啊, 把这个要取消啊, 这个要取消啊, 这个连续一定要勾上啊, 连续要勾上啊, 然后这个消取句尺取消啊, 是不是选择里面啊, 好, 再编辑再填充一下, 填充一下前景色吧, 前景色啊, 好, 确定一下, 是不是填好了啊, 填好之后啊, 好, 这个就填好了啊, 好, 填好之后,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的距离是吧, 下面这个两个的距离是多少呢, 这个是27,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27啊, 27啊, 27的话, 他们怎么样呢, 再来, 再拉出一个27的这个, 27, 是不是这样的啊, 辅助线过来啊, 好, Ctrl加D取消选择啊, 然后怎么样, 可以复制这个图层吧, 好, 然后选择这个图层是吧, 按住Alt键怎么样, 移动它, 是不是可以复制它啊, 啊, 就复制一个下来了, 是这样子啊, 好, 这两个放好了吧, 放好之后, 接着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旁边这个什么呢, 这个框吧, 是吧, 旁边这个框啊, 旁边这个框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框是吧, 这个框的话, 一样的是吧, 跟它一样的吧, 是吧, 大概多大, 是吧, 10乘10的是吧, 外面是一个边框吧, 是吧, 10乘10啊, 10乘10的, 这样一个, 10乘10, 好, 10乘10是吧, 好, 10乘10的话, 同样的话, 我先把它填充一下, 是吧, 最好再新建一个图层吧, 新建一个图层啊, 好, 先编辑填充一下这个前景色啊, 好, 是这样的啊, 然后再描边一下, 描边的话, 记得跟这个颜色一样, 是吧, 那最好再取一下颜色吧, 取色啊, 点一下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这个颜色是变成这个, 这个边框的颜色啊, 这个颜色啊, 确定一下, 然后再一样的, 边击, 描边, 是不是这样的啊, G1, 确定是吧, 外面是不是描一层边啊, 描一层边啊, 好, 这个的话是不是好选啊, 现在啊, 好, 这个框的话是不是选中了啊, 好, 接下来的话, 那么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啊, 其他的地方就是这个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登录吧, 是吧, 登录框的话一样的啊, 是什么, 整体一个登录吧, 一个文字啊, 外面一个大的颜色啊, Ctrl加低取消选择啊, 看一下它的宽高是多少啊, 好, 高度是什么呢, 高度是什么, 40是吧, 宽度是308吧, 是吧, 40啊, 好, 再来一个是吧, 拉一个框出来啊, 那么的话整体这个宽度是对的, 是吧, 高度是调成40就行的啊, 好, 40是吧, 然后的话记得啊, 再新建一个图层是吧, 新建一个图层啊, 然后的话填充那个颜色吧, 那个颜色的话, 那么就是一样的, 先取下它的颜色是吧, 点一下它, 吸一下是吧, 确定是吧, 就变成这个颜色啊, 然后的话在这里面来, 编辑, 填充是吧, 填充啊, 前几色, 确定是吧, 好, Ctrl加低取消选择啊, 这个大概是做好了, 做好之后, 然后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个登录啊, 是吧, 登录啊, 登录啊, 好, 登录两个字是吧, 登录啊, 哎, 打进去吧, 好, 写了登录两个字是吧, 这个, 这个, 这个标签先, 删一下吧啊, 好, 再点一下啊, 然后是登录是吧, 然后这两个字的话, 这个文字颜色现在是这种颜色是吧, 你看不到吧, 把它调成什么, 白色啊, 还真白色啊, 好, 确定一下, 好, 这个是什么呢, 把它什么呢, 空个格吧, 是吧, 然后瞧一下它大小啊, 好, 这个的话是不是大概就做好了, 是吧, 做好了啊, 其他的这个文字的话都好做啊, 文字的话, 比喻说, 还有两个图标要放进来, 是吧, 图标啊, 打开两个图标, 这两个图标是不是可以, 好, 那么实际上的话, 我们还可以这么做啊, 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把这个文件夹打开啊, 直接拖进来都可以啊, 好, 来演示一下啊, 那么的话, 来看一下, 这个图片资源怎么样呢, 有个Image吧, 是吧, 看一下这个, 在PSD里面是吧, PSD里面啊, 好, 这两个图标是不是这样的, 好, 把它打开啊, 把这个文件夹也打开啊, 我们可以拖进来啊, 这个更快, 是吧, 好, 拉着它什么, 是不是往里面拖啊, 是不是拖进来了, 然后打对勾啊, 打对勾啊, 这个的话, 是不是可以放到这里来啊, 好, 再来一下啊, 好, 这个怎么样, 一样的是吧, 把它拖进来吧, 打对勾啊, 这个放到这里来, 是不是可以啊, 是不是刚才那个操作要快一点呢, 是吧, 好, 好, 这个的话就怎么样呢, 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图了, 大概得操作啊, 其他的什么, 文字都好写吧, 文字的写法是一样的啊, 文字写法就是一样的了, 好, 基本上的话, 那么这个效果的话, 基本上就做好了啊, 好, 其他的文字的话, 那么大家就自己敲下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的图的, 它的制作方法啊, 制作方法, 好, 谢谢大家啊,